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唐 今天一大早了 6點多 7點鐘 就去田裡面拔那個芋頭了 因為這兩天不是 他們拔不過來嘛 所以過去幫忙嘛 看一下能幫多少就是多少嘛 是吧 雖然我一個人也拔不了多少 但是多一個人呢 也好一點 今天我們是學得聰明一點點了 就是 拔芋頭的時候 就把那芋頭就是拉到那個路邊 在那裡挑選嘛 挑選的時候 我們就把那些就是壞的那些 把它給賣給別人了 就是有好的 就是發貨的 然後呢在那邊就分好這個大中小的 昨天呢是一位太忙了 就是在那邊把那些大中的 把那些壞的挑出來 然後大中小的都不分 然後又拉到倉庫這邊來 到了倉庫這邊呢 要重新挑一次 所以呢就有點忙不過來 今天呢已經全部把它分好了 所以呢這邊打包啊 就可能會快一點 小小也是一大早的 就過去幫忙了 現在過去倉庫那裡 因為他那個 貨車嘛 拉過來的那個貨車比較快一點 我是跟著他車後面來的 要戴著口罩 因為今天不怎麼舒服 就要被傳染給阿姨他們 還沒想到 去哪兒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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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